美国大兵赖投降 美国大兵赖投降都可以,但就是不能对日军投降,为什么呢?因为日内瓦公约达成一致善待战俘,但是日本并不遵守这个协定凡是任意的侮辱,玩弄战俘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,其实并不严重,而日本人却是主动招惹美国人,偷袭了珍珠港。 很多美国青年踊跃参军,一开始美国打日本并不顺手,很多士兵做了战俘,他们一开始投降,原来以为还有一条生路。 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破了日本人,以折磨战俘为例,尤其是欧美的战俘,他们更喜欢严刑拷打,甚至折磨至死投降的美军下场,都很真悲惨。 他们被带到了集中营,身体素质好的就去干苦工,而且每天都吃不饱,每天都有美军战俘被饿死,而对于那些以素质差,等日军则把他们杀死,或者直接送去做人体实验。 所以,一传实实传百,美军碰到日军,基本上不投降,因为横竖都是死,不如死的痛快,甚至做困兽之斗,美军一直不认同向日本投降。 所以面对日军,美军也在发扬武士道精神,死战也不退。 而且,美军为了报复巴丹死亡行军的仇恨,他们也在诸多场合跟日军战俘进行领辱。 日本人发现,美军是硬查自他们才开始向美军低下高昂的头颅。 遇到美国人这样的硬角色,他们只能确保大腿呢,一直到现在,日本人还抱着美国人的大腿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